一、每一次失败,都是成功的伏笔,每一次考验,都有一半收获,每一次泪水,都有一次醒悟,每一次磨难,都有生命的财富,每一次伤痛,都是成长的支柱,每一次打击,都是坚强的后盾,活着必定要经历一些挫折,而我们依然坚强战胜每一次挫折。 只要我们还活着,就值得庆幸,二、欣赏别人的谈吐,会提高我们的口才,欣赏别人的大度,会开阔我们的心胸,欣赏别人的善举,会净化我们的心灵,欣赏别人其实是少一点挑剔,多一点信任,多一点热情,少一点冷漠,多一点仰视,少一点鄙夷,欣赏多一点。 矛盾和物件定会少一点,人与人的距离才会更近一点。 三、很多时候,人生就是在绝望与希望间徘徊,每一个活着的正常人,都会给自己一个目标,且不管这目标是高尚还是低俗,人们沿路走去,有阳光,也会有阴霾。 四、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,重爱为自己辩解,但同时又不能容忍他人的过失,一旦有人做了错事,旁观者就立刻上去责备,而不能用一种平常心来处事。 有了一颗平常心,我们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,就能够随机应变,灵活处事,就像流水与他玩时,并不会为之苦恼,而是很自然的绕壁而下。 五、幸福是一段铺满鲜花的旅程,痛苦是一段布满荆棘的旅程,我们不沉迷青山绿水,不惧怕风雨兼程,我们收内各种风景,我们收获无穷的抗争和突破,我们毕生收获着不同的风景。 六、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,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,找到自己喜欢的事,每天做那么一点点,时间一长,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,这辈子最渴望做的那些事。 七、人就这么一辈子,开心也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所以你一定要给力开心,人就这么一辈子,做错事不可以重来,碎恶的心难得愈合,所以你一定不能事后后悔,人就这么一辈子,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另一个今天,一分一秒都不会再回头,所以你一定要珍惜每分每秒, 请记得一辈子要都微笑面对任何挫折。 八、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?有什么比贫穷更煎熬?有什么比亲情更牢靠?有什么比爱情更飘渺?有什么比平凡更逍遥?有什么比伟大更难造?有什么比自由更幸福?有什么比规矩又约束?有什么比心胸更宽广?有什么比狭隘难脱逃?有什么比开明更阳光?有什么比开明更阳光?有什么? 有什么比追求有理想,就人生的高度,不是来自他取得了多少成就,而是他的脚下踩过了多少艰难和困苦,于是想起耶稣来,是整个欧洲的苦难惦弃了他,想起孔子,周里不存,生灵涂炭,才有了春秋。 生,人生,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注满一杯水,再用一杯水的时间去讲述一辈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